当天早上七点半左右,孙先生开车去上班,经过村子里的一个T字形路口,右边有围墙和网布遮挡,孙先生正常左转,一辆白色两箱车从右侧冲了出来,撞到了孙先生车子的右侧,然后失控冲进了旁边的田地,最后一头扎进了一条小河里。 对方车损两万,人没有大碍,孙先生负事故的全责。孙先生的车被拖到了东风本田、嘉兴、敏田、平湖分店维修,检查出车辆的前保险杠、右侧大灯、前防撞梁和雨刷喷水壶受损。 可以看到,前防撞钢梁的右侧有撞击的痕迹,但变形不是很严重。孙先生说,当时跟SAS店工作人员发了微信,提醒对方千万不要碰防撞钢梁的螺丝,对方回复,不换的话我们不会去拆的。 后来在核定定损清单的时候,孙先生发现了问题。 他们就是把货都定回来了,就把这个梁都定回来了,然后保险公司也理赔了。 在我们整个的事故车辆维修当中的话,它其实有几个环节,第一个是初步的一个定损,然后呢有在维修过程当中的话有追加定损,包括说即使是说这辆车的案子已经结案了,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也是本质事故造成的。 那么保险公司也会进行重新开案去增加理赔,这也是整个维修过程定损的综合的全部环节。 而不是说我第一次报了一个东西之后,热报或者说其他情况之后,保险公司就不再理我,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 沈经理表示,之前给孙先生核对的只是初步的定损清单,如果孙先生不想更换前房撞梁,是可以更改定损清单的。 孙先生告诉记者,前房撞梁的事情解决了,但现在右侧大灯又断了一个灯角。 大灯他们拆解,拆完之后就说一个镜面损坏了,要维修,镜面修复。 修完回来之后,CSD告诉我说这个角断,有一个角断。 一,我要找到责任人到底是谁。 第二,我毕竟才买两三个月的车,那你说我这个灯去修一下,我考虑到是否有后期有问题。 就是使用当中会有没有问题。 孙先生说,镜面问题CSD修不了,需要送到外面的合作单位维修。 后面CSD说,有一个灯角断了,他有两个怀疑。 要么是CSD的工作人员拆除大灯的时候拆坏了,要么就是合作单位在镜面修复的时候弄坏了。 客户一直在说是我们第一时间没有发现,这也确实是我们可能说是拆检过程当中,确实存在一些小的一些瑕疵。 我们这边监控就是时间是只有72小时,内存不足,所以说看不到。 我当时也说,即使有监控的情况,我们目前这个摄像头的它那个范围,你要去看到那么小的一个角,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。 沈经理表示,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,现在很难说清楚。 根据经验判断,灯角应该也是在事故撞击以后发生断裂的。 沈经理表示,根据他的经验,车辆前部既然已经进行了维修, 更换一个大灯,对二手车销售的影响并不是很大。 沈先生表示,要再去问问做二手车生意的朋友。 后来,沈先生联系了记者,说已经了解清楚了。 他说,反正你钱包都已经换掉了,他说真的话,你换,影响肯定有,就是说不是特别大,几百块钱买。 所以还是换掉了,我跟他们说了,他们回复我了,做大家最晚视频,把灯换掉之后,他再送我两次保养。 1818黄金远记者嘉兴报道。